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感谢观看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我们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真相就是每个人都会落在无伤苦无我这三个道理之下 我们每一天不论是我们的身体或者各种物质 每一秒钟都一直在变化 会老化 而且它今天是好的 明天可能是不好的 今天我们感觉很快乐 时间经过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可能遇到痛苦 我们有些时候被别人称赞 有些时候被别人在背后批评 这些都是无常 也就是它会一直在变化 都是不一定的 苦的道理 苦的道理 苦的道理就是我们的身心感到不舒服 或者那个变化的状态也叫做苦 这些现性我们都没办法控制 也就是像我们的身体 我们没办法控制它 不要老 不要病 不要死 我们的心也是一样 我们没办法控制它 我们没办法控制它 一定要永远都快乐 不要遇到任何痛苦 我们都没办法控制它 所以它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它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的心感到很厌倦 我们很想把这些执着 这些念头 全部都放下来 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是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好像正在走进入自在的房间 所以我们先把所有的面头 种种的那些挂隘 全部都放在自在房间的 所以我们先把门口那里放下来 然后我们再走进入自在的房间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休息 所以现在我们失败 失败的做 怎么做都可以 只要我们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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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 循环 顺畅 可以做得久 不容易 酸不容易 酸不 马通 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样就可以 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哪里紧红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调整一下 把它放轻松 我们静住的时候 先以轻松 Support的感觉为主 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忍耐 静住不是看我们 能够忍耐 能够坚持多久的时间 而是我们看自己 能够维持轻松舒服感 能够维持觉知正念多久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愿意 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调整身体 没有关系 头部放松 我们的颈部也放松 手部 胸部 胸部 腹部 背部 腰部 脚部 脚部 直到我们食指 鲜部 瘫部 år 弱 尽 预 走 飞 百瘫 二 一 六 大的 发 这样 失败失败地做就可以了 静坐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的盼望都放下来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画面 宣布都是一片黑暗也没有关系 轻松说服感比画面还要重要 如果能够真正地放松 能够维持轻松失败的感觉 那些好的经验 那些画面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因为 其实在我们内在 每个人都有光亮在里面 有光球在里面 有佛性在里面 只要我们的心 跟那些画面的状态一样细腻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画面 所以我们先不要紧张 我们先以轻松 失败为主 然后我们来 然后我们来 试着想一想 现在 我们感觉 自己 好像正在 坐在一个 泡泡里面 泡泡的性质 就是很轻 就是很轻 当我们 感觉 自己坐在泡泡里面 我们也感觉 我们身体 跟泡泡 一样轻 所以我们的身体 好像 慢慢的浮上来 慢慢的浮上来 越来越来越旧 越来越旧 越来越既 越来越旧 越来越死满 我们感觉可以完全的放轻松。 因为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了。 现在我们就是感觉,我们来坐着休息。 在天空这里一个人坐着休息就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负担,一切的关爱,全部暂时放下。 现在我们也没有再执着过去了。 现在我们也没有担心未来。 我们现在只有失败,失败得住。 当我们能够放下那些念头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放松。 身体放松,心中放下。 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的心已经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那里。 位置就差不多在腹部的中央那里。 我们感觉把心放在身体中央点那里。 好像我们的心已经回到家了。 当我们感觉很累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家了。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家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们就会感觉可以放轻松。 可以感到自由自在。 我们的心也是如此。 如此。 当我们把心放在身体的中央点。 当我们把心放在身体的中央点。 我们感觉现在心已经回到家了。 在这里。 在这里。 感觉。 轻松自在的感觉。 慢慢出现。 失败的感觉。 也增加越来越多。 整个身体。 整个身体都感到轻松。 失败。 有安全感出现。 失败的感觉扩大。 然后我们可以试试看。 默念Sammarham的声音。 Sammarham。 Sammarham。 就是正确的意思。 Araham。 就是远离烦闹的意思。 我们轻松舒服的默念Sammarham。 Sammar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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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arham. Sammarha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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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恶然就会慢慢的扩展,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展,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阶停, 再扩大,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哪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它们能够离苦得乐, 哪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它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发生的阶停, 有清静的身,口、意, 终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聚焦, 也愿我们只教善友, 没有教任何损友, 远离一些恶人, 愿我们设身财, 钱财, 能力财圆满, 方便修功德不罗密,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 尝受智慧增长, 早日征得, 内在的法身,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尊皮之佛, 每一尊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 有隆布主师, 融合他们的事有法生师父, 长老奶奶等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 様主意 축之 RYAN, 那你觉得这之后也不需要 blah, 你特别的意义, 罗尔吉喀, CBIN lips like, 你感觉到主意名音乐, Rakang Pantamisapaso Sapaputtanupavena Sapathamanupavena Sapasangkhanupavena Sathasothi Pavantutem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 不想随喜功德 Sathu 我们继续听 昨天讲到爱因萨卡的老师 他被很多弟子骗 就是说 他是骗爱因萨卡要暗杀老师 常常讲 有三群弟子流来讲 后来他的老师相信了 那他要该怎么办呢 就想说 我应该要先杀爱因萨卡 为了自己的安全 所以呢 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就叫爱因萨卡过来 然后就跟他说 我其实还有一个学问还没有教你 但是这个学问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 你要先去杀人 杀一千个人 如果全部都这个任务圆满了 我才可以把这个究竟的学问传给你 他的老师就想说 在一千个人里面呢 一定会有一个人可以把爱因萨卡杀掉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他的老师就不需要自己动手 给那些一千个人动手就可以了 爱因萨卡卡听到他的老师讲这样子的话 就很想学这个究竟的学问 那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他就 其实 他从来都没有杀过人 不过他很信任他的老师 所以呢 他就选杀人 杀第一个人的时候啊 他感觉很紧张 但是当能够杀成了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就感觉不难 第三 第四个人 第四个人 就比较容易 等到很多人的时候呢 就感觉很简单 不过 当他杀来杀去的时候 有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忘记了自己杀了多少人 那怎么办呢 他就 他姐有看到吗 这个是什么 这是手指哦 他杀了谁呢 就 切掉他们的手指 然后拿来 做成类似划串这样子 然后这样自己可以数了 杀了多少人 当他杀了很多人的时候呢 杀到999个人的时候 然后 比较没有讲 后来 有其他人 就给他了 一个外号 叫做 安绝摩罗 巴黎语 叫做 安库里马拉 安库里是 手指的意思 马拉 就是 花串 就是把这个手指 当作花串的意思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呢 正在准备杀一地 一千个人 这是他的妈妈 他的母亲 要来阻止自己的儿子 你不要再杀人了 不过 那个时候 阿云斯卡真的很想学这个学问 所以如果他遇到他的妈妈的话 一定会把妈妈撒掉的 这个就是很重的业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佛陀 当天早上 入定的时候呢 他就先观察 哦 这个看到 阿云斯卡 如果佛陀没有去度他的话 他一定会 他一定先把这个妈妈杀掉 然后后来一定会多落二道的 所以 佛陀就 先 先去找阿云斯卡 阿云斯卡 远远的看到佛陀的时候呢 他就很开心 我今天可以圆满我的任务了 然后呢 他就马上追 拿着这个刀 要把佛陀杀掉 不过当他靠近佛陀的时候 他发现 佛陀走的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感觉好像 一般的速度这样子 但是 但是为什么离自己越来越远 他就喊出了 一句话说 沙门 沙门 你停止 你停止 佛陀 佛陀就停止 然后就跟他说 我本来早就停止了 但是你还没有停止 就是你还一直在杀生 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就是止歇 就是佛陀 就是佛陀早就把心灵静定下来了 但是 但是 阿兴 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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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为 些人 仁 因为 阿兴 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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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 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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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都是邪的 你看呢 他去脱钵然后就 很多人就想 想杀他 就丢了很多石头木头 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女生 正在怀孕 怀孕要准备生产了 但是好像 很难生产的样子感觉很痛苦 他行动不变吗 没办法走路走去哪里 阿仁斯卡 就是 Ong Kulimara Bichu看到他的时候 就想帮助他 大家想象一下 怀孕的人行动不方便 一个人 在那里 看到 Ong Kulimara Bichu 他感觉是怎么样 吓死人了 但是我没办法 逃到其他地方去 怎么办呢 阿仁斯卡 就是 Ankhulimara Bichu 就跟他说 我从出家 到现在 连想杀人的这个念头 都没有 愿 这个真实 可以让这个女生 容易生产 这些人 几晚了 他就 马上 生产 很荣意 所以 这个就是 真实 得 得 利 不久 奥古里玛拉比修 他就在死林里面修行或来成阿罗汉 大家可以看这位奥古里玛拉比修做的事情 虽然出家不久 但是他很认真地持守 这个杀戒 就是连念头都没有想杀人 他就发愿 用什么来发愿 用他的真实波罗蜜来发愿 所以他发的愿就马上成真 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有什么善业可以拿来当做真实波罗蜜吗 比方说遇到了什么事情 遇到什么问题 我愿什么时候 多久以前 十年前 每一天 每一天 我都不失持戒静坐 每一天都有坐 愿以此功德可以让我怎样怎样怎样 这样大家了解吗 不过问题就是要每一天多做 这个是重要的 明天 我们必要讲有关 法身世的沙米 他们也有做真实波罗蜜 有关他出家的事情 发愿终生出家的事情 明天我们再来听 今晚必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内在的法 神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